第二题,小兰想利用细玻璃管内装入液体制成温度计,并利用止温度计测量-18度C到200度C的温度,又表示四种物质的溶点与废点,小兰应选用哪一种物质作为温度计内的材料。 那我们要是液体,透过液体的热胀冷缩来做温度计,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的溶点要比-18度C来的低,它才能够在-18度C的时候是所谓的液态,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饼是不可能的。 接着,我们要能够量到200度C,所以表示我们的废点要比200度C来的高,这样我们才能在200度C的时候还是维持液态,所以我们看得到我们的鞋跟钉也是不行的,所以只留下我们的钾是可以的。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,小兰应选用哪一种物质作为温度计内的材料,我们答案选的是A,钾。